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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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挺开心的 但是后来因为我前九尔 就把我甩了 他觉得我不太上进 就觉得 就你也不太努力嘛 也不太上进 也没有特别想什么学习 他把我甩了 我就自己最擅长什么 我从老大被人夸过什么 然后我想了整整三天 我最后终于想到了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写作文的时候被老师夸过 你作文写得真好 就唯一的优点 其他 我这个方法一般是让大家想三点优点 但是我只想到了一点 再加上当时 大家知道郭敬明老师 郭老师嘛 他当时拍的小时代特别火 就特别赚钱 我觉得这个 我的春天来了 我要像郭老师一样这么赚钱 是吧 我拍个电影 我们炫富 我们抢男人 但我们是好姐妹 所以我当时就学了 我就依然缺然地就选了 这个新媒体专业嘛 从事新媒体专业 然后就开始写东西 然后写东西 写了一段时间 就还可以 就是我上大学就拿了五百万投资 然后我一四年开始做公号 然后就是 我在毕业前就已经年入百万了 从那以后我每发一套朋友圈 我前女友都会给我点赞 但是我从来不理她 我今天来发了朋友圈 她还给我点赞了 你们体会不了这种 就是 这种感觉 我其实 就成功和废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事 就是 一定要选一个 新兴三年以内 你且喜欢的行业 躺着都能赚钱 你知道吗 因为这行业里没有专家 我在一四年做新媒体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 新媒体有什么东西呢 我跟我妈说 我做新媒体 我妈以为我做传销的 你知道吗 她不知道 就是你问她 人家就过年一回家 她说你做什么呢 我们山东嘛 山东特别喜欢 你做什么呢 是不是公务员 是吧 我就说我做新媒体的 她说 你是干传销的吧 就感觉那种感觉 因为大家太新了 新的以后没有专家 就是你随便 就能成为专家 你像我这种 点儿咱当的 可能在新媒体业内 已经算是一个 还可以的专家了 因为我的咨询费 是一小时 一千九百九十九 你们现在已经 每人都在赚钱 你知道吧 然后其实就是这个点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当时干新媒体的时候 其实我妈特别反对 因为你找我 咱们山东就不孝有三 就是不考公务员 不考研 不结婚 不考公务员是第一 我妈当时特别想 让我考公务员 然后我当年就是学艺术 还是找新媒体 我妈就找了 得有十多个人 她认识的这种 她觉得她圈子里 非常高智的人 来给我洗脑 说你不要干这个 没什么钱赌 回去咱们山东做好了 考公务员 找个老婆 生个孩子 然后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然后我当时就拒绝了 因为我们的女孩 确实不好看 然后其实 我觉得就是这个点 我觉得这话特别对 就是人生 就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 就是下一代 不听上一代的话 真的 就不听老人言 就是开心好几年 聪明的同学 已经想到 这是个双鸭 然后我觉得我妈 有这种潜能以后 从那以后 我就没有什么重大决定 我一定会问我妈 我特别犹豫 特别不知道 我就问我妈 我妈说你选A 然后我就选了B 我跟我妈反正选 我从来没有输过 真的 我觉得我妈 他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导师 就你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人 其实能把所有东西 选错的也是一种能力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 开始辉煌了一段时间 辉煌了一段时间以后 公司就倒闭了 所以我就开始去了一个 国内的非常头部的 一个新媒体公司 就从那开始 但是因为我干了两个月 没有什么产出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 我要去研究 我要去分析 所以我就研究了 全网游 五千篇报款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研究了 全网五千篇报款以后 我发现报款都在重复 你们知道吧 比如九个例子 你同人在抛弃你 然后我甚至研究了古代的 什么七世里方仲勇 快速作诗 你同人在抛弃你 然后还有什么 曹植弃不成诗 你同人在抛弃你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它在重复你 当我研究了 这个东西的套路以后 我发现 原来是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 这么轻松 我上一份工作 刚入职的时候 他们的微博平均阅读量 是六十万 我入职第二天 给他们搞了一条 一千万的微博 然后他们一个诗医生 从来没有写过 十万家文章 我入职第五天 教给他的方法 他写出来了 三十六万阅读的文章 那个文章 迄今位置 还是那个号最高的 人没有变 你知道吗 我只是把他的思想变了 后来我就在一个公司里 就在一个国内的 一个比较头部大公司里 我开始 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是偏运营港的 我这个港叫运营 叫产品运营 我们当时是 有一千个外包团队 每天能帮我们去审核 十万个视频内容 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吗 就一千个人 来给这个视频打标签 比如说你是什么搞笑 给你打个搞笑标签 你是游戏 给你打个游戏标签 然后游戏完了 有什么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的 这个不重要 跟你说一下 请请提要 当时我老板就说 十万条太少了 我要让他搞到五十万 一天处理五十万 但是我不给你钱 然后我说解决不了 我说老板这个事解决不了 老板说解决不了 我就解决你 就不得不解决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他还急着让我去深圳开会 我就打了个租车 我就特别闷闷不乐 然后司机说 小伙你为啥这么忧心忡忡呢 我说我的事挺复杂的 你也解决不了 他当时就被我激怒了 他说我开租车二十多年 什么问题没听过 我还生气了 我说你说 我给你说个产品问题 我把他刚才给你们说了 给他说了 他听了以后 似懂非懂的 我觉得是吧 这下听不懂了吧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小伙子 我说我最开始 我没干滴滴之前 我每天要跑十个小时 差不多能挣个六百块钱吧 但我干了滴滴以后 我每天还是跑十个小时 最后我 一天能挣一千多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我也不想知道 他是那种就憋不住话的 他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跟你说 他说我的里程也没有变 但是我用这个东西 挺高效率了 当时我豁然开朗 然后我真的就是 用他的方法去搞了一下 结果真的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把那个视频 我不是现在有五十万条吗 视频里面 它都是有一级分类的 它都有搞笑 情感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的 之前他们的帮人是 一个人会分到一个表 这个表里 可能有二十多个品类吧 有不同的品类 但是我现在只给他分一个表 比如说我看你打游戏 这个标签你打得特别准 你特别厉害 我看你打搞笑 打情感 打得都特别准 然后我就是只给你分游戏的 只给你发分情感 只给你发分那个游戏 分什么搞笑的 然后他们打得都特别准 然后我们在 没有增加特别多预算的情况下 就真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呢 就是 没事多跟出租车司机聊天 就是你的所有问题 他能不能帮你解决 其实是一个道理 你要学会用意义思维 去解决自己的能力 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吗 我可能已经是内容 新闻体内容领域的一个专家了 但是我会遇到很多 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然后我很多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我就一般不会问我的同行 因为我问同行以后 他们给的解决方案 我都能想得到 然后就觉得不好 我有你的方法我也解决不了 然后每次我都会 跟不同领域的人去聊 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啊 比如说 我一个朋友是搞清洁的 他是搞环保的 大家知道吧 因为现在大家特别提上环保吧 它里面有个理论 特别适合 那个数据分析里面 去处理 那个脏数据 因为数据分析会有非常多脏数据 但是用它的分析方法 能快速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东西 一定要讲就是 遇到问题了 不要想是求助你们 最行业最牛逼的人 他可能解决不了 但可能你这个问题 在别的行业来看 就是一天小事 比如说开速速车的 他就能给你解决 我甚至当时觉得 大家知道张晓龙 怎么做出来的微信吗 坊间传言 一定要加这句话 不能给我掐掉 就是坊间传言 他说不是去了北京的龙前寺吗 一个大师给他说了吗 你们不知道吗 每次有一些社会事件 一定会有一个大师出来说话 然后那个人就会说 大师你是让我这么做吗 他就说不是的 我让你那么那么去做 就这个点吧 我的90%人都需要跨界力 大家知道跨界力什么意思吗 就我刚才临时编的一个 不便宜你们理解 人生居然是IPO 怎么讲的呢 P是popular 是有价值的 然后那个O是open 我说我们要吸气有价值的内容 并且把它分享 人生就是IPO 好 谢谢啊